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 极端高温导致西班牙和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接连发生临火 在西班牙境内就有多达30个地区临火延烧 火魔吞噬了超过6万公顷的土地 至于法国西南部的火势持续蔓延 上万人被迫紧急疏散 欧洲各地的消防员正在处于高温中和临火搏斗 受热浪影响 森林大火持续在西班牙多地狂烧 旅游生地特内里废岛 星期四上午突发临火 周边的居民迅速逃生 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截至目前 西班牙各地的临火覆盖面积 已经达到了6万多公顷 过去10天内 异常高温夺走了超过500条人命 同一时间 极端天气也肆虐希腊 东南部有大面积森林发生火灾 消防大队兵分多路扑灭大火 但火势猛烈加上范围太广 灾灾行动困难重重 希腊当局表示 首都雅典以北的野火 目前已经得到控制 在强风和酷热天气注视下 无形大火在法国西南部越烧越猛 至今有超过上万人被疏散到安全地带 消防团队彻夜展开灭火行动 尝试控制火势 根据官方消息 兰迪拉斯的大火 导致当地13800公顷的土地化为灰烬 索性野火也已经得到控制 为了防止火势复燃 消防人员继续在冒烟区域洒水降温 热浪蔓延到北欧国家 斯洛文尼亚一座山林也难逃大火魔掌 或是在强风吹动下迅速蔓延 树木起火烧成焦黑 消防人员表示 尽管当局已经出动数量直升机灭火 但浓烟滚滚 加剧灭火难度 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带的灵火也狂烧不止 目前已经烧毁10平方公里的土地 以及至少21所房屋 空派画面显示 周围树林冒起白烟 消防团队派出直升机持续性灭火 当地消防部门透露 目前只有15%的灵火被控制下来 大火还在许多茂密的丛林和草地燃烧 消防火导日 消防火 吃火 消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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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